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张艺谋之字不提演技 短短数语道出赵丽颖的品质 第20条上映之前 关于赵丽颖的宣发显然比其他演员更多 这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质疑 原因是 电影虽是群像戏 但番位上还是以雷佳音 玛丽 高业为主 赵丽颖只是其中一个案件中的当事人妻子 按照戏份来说 她也是妥妥的配角 所以部分网友认为配角的宣发大过于主角 有宣宾夺主之嫌 这么大阵仗 我还以为女主是赵丽颖 流量无罪 根据网络上的所谓宣发内容来看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粉丝自发行为 但微博粉丝翻来覆去发赵丽颖的哭戏 让人误以为第20条的女主角就是赵丽颖 更以为电影是苦情片 相比较之下 玛丽和高业这边就安静很多 但我们客观来看 赵丽颖是流量明星出身 玛丽是喜剧演员出身 粉丝的属性就有很大差别 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可以预见的 甚至是导演也乐意见到的 只要宣传出去了就是王道 刘耀文的热搜其实也挺多的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电影 都喜欢用实力演员搭配流量明星 既可以吸引流量 又可以保证质量 近几年大导演的电影 几乎都是这种搭配模式 就目前来看 无论赵丽颖出演哪部电影的配角 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自带流量的明星 哪怕他早已转型 市场行为也不会产生太大变化 但是流量本身无罪 主要看当事人的业务能力 经不经得起如此的夸赞 否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市场行为无法控制 导演主要是没有想到 因为赵丽颖的宣发片段就是哭戏 导致很多观众以为是 聋牙母亲找孩子的苦情戏 大过年的就考虑要不要去看 属于是宣发没法控制的走偏了 好在电影本身质量不错 带出了好口碑 所以上映几日后 票房开始扭转局面 持续逆跌 目前已经连续霸访单日票房冠军了 后劲非常足 被违以重任的赵丽颖 第20条里包括一个主线案件 两个副线案件 康村夫妻俩长期受村犯凌辱 男主人潘斌龙为防止村犯拿刀 捅死对方 龙雅妻子赵丽颖被村长带头威胁恐吓 欲带女儿逃离魔窟 公交车司机建议勇为被判故意伤害罪 多年来一直在为自己讨说法 检察官韩明雷佳音的儿子刘耀文在学校制止霸凌 打折了教导主任儿子的鼻梁鼓 副线一是佐证韩明的说法 这么多年来类似的案件都是这样判 副线二是通过校园霸凌现象 让观众共情副线一的遭遇 以及铺垫康村事件 康村事件虽然不是建议勇为 但符合正当防卫的大命题 不是谁伤得重谁就有理 作为主线案件里出场最多的主人公 和唤刑法律条文的转折点 赵丽颖的戏份其实对整部片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她的人设是先天聋哑 和丈夫遇有一个女儿 也是聋哑 但医生说趁着年岁小还有得志 这里边隐藏了很多信息 是片中没有刻意表明 但是呼之欲出的 潘彬龙饰演的丈夫明显比她年长很多 其貌不扬 为人老实芭蕉 换句话说就是 耸一个中年老实人 娶了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子 若她不是先天残疾 她不会有这个机会 正因为一个残 一个耸 村霸逮到机会 长期强暴殴打凌辱 夫妻俩根本没办法反抗 更可怜的是 龙牙女连救命都没办法喊 鉴于潘彬龙出场的戏份只有三个 带狗链子蹲地上 反抗村霸 居留所被问话 这条线的主要推动力就压在了赵丽颖身上 龙牙女也是赵丽颖第一次尝试的特殊角色 没有台词全靠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 眼神来展现人物性格 偏偏又是个极其悲情绝望的母亲身份 这真的很难演 一旦演砸了 对整部片都是一个灾难 没有他这个小人物的情绪孵垫 后面高夜的抗争 以及雷佳音的听证会演讲就没法呈现那样的震撼效果 为什么选他来演这个角色 太年轻没生育过的 演不出母亲的那种慈爱的厚重感觉 不够年轻漂亮的 又与被村霸强抢霸凌的情节有冲突 她的是瘦弱又坚韧的形象 情绪尤其要到位 除此之外 演员的态度也是重中之重 原本剧本设定好秀平是正常人 只有女儿存在听障问题 赵丽颖问张艺谋 那既然孩子是听障 母亲为什么不可以呢 张艺谋恍然大悟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于是连夜让人修改剧本 认真研读了剧本 才会有此疑问 这是赵丽颖在工作上足够严谨的其中一个表现 进组后 赵丽颖就总是独自走到角落里去鼓刀着什么 别人喊她也不理 连张艺谋喊她 有时候都没听到 张艺谋起初以为她在耍大牌 对谁都爱答不理的 后来才发现她是在笔划手语 为了把手语练习熟练 她不仅在旁边用手语翻译别人背的台词 还专门进入听障人士的家里 近距离了解他们的生活 跟着手语老师一遍一遍的练习 直到这些手语动作成为她的肢体记忆 事实证明她演得非常到位 电影中每一次她急得疯狂打手语 嘴里却说不出一个字来的时候 荧幕外的观众都跟着难过和着急 这些夸张扭曲的表情 在愤怒 绝望 说不了话 但又急切希望别人理解自己意图时 显得非常震撼 她并不畏惧做这种 实质上丑化了自己 的表情 在被村霸凹打和强暴过后 她扶着门框出来时 是怎样的一副情景 身上衣服被扯烂 拨梗大偏咬痕 脸上都是乌青 鼻子还流着血 这形象肯定是难看的 但也是视觉上的震撼 让人心生怜惜 联想到她刚刚被凌辱的事情 观众很容易带入到她的情绪里 疼痛 恶心 绝望 正因为这种毫无包袱 大开大合的表演方式 太具感染力 就连现场的剧组人员看着都感到心碎 后来 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 毫无心理负担 的说以前对她是那样一个印象 但这一次她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因为她确信 电影看完后 观众一定会认同她的评价 那样的印象是什么印象呢 大概就是偶像剧演员 和电影演员之间存在的B 以及流量明星和实力演员存在的B 在电影大导的眼中 专门演偶像剧的演员 很难在电影中有所作为 更别提 赵丽颖在圈内的定位一直以来 都是流量明星 也是后来转型开始演一些证据后 这才入了电影导演的眼 幸福到万家风吹半下 她的表现就挺不错的 算是给自己的转型之路 铺了一条阳光大道 小杰 张艺谋选择赵丽颖演这个角色 多少也有看重流量的心思 实现商业互赢 在流量中选择演技过得去的演配角 是个不错的方案 但是导演大概没有想到 赵丽颖的表现完全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所以才会说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主角是谁不重要 配角演得好 照样光芒万丈 你不得不承认 片中一半的眼泪 都是郝秀萍这个角色带来的 夸演技不必藏藏业业 赵丽颖在第20条里的演技 我认为是担得起夸赞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